大家好,我是来自去哪儿网的DevOps产品经理陈敬贤 今天将由我和我的同事DevOps技术专家邹盛一起来给大家进行去哪儿网容器化全面落地实践的分享 今天分享的内容主要包含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容器化落地的背景与挑战 然后会介绍三个实践案例 分别包括持续交付的演进、容器化多极群部署和容器化自动迁移 接下来我们先看第一部分,容器化落地的背景与挑战 我们经常会听到这样的声音 服务器资源成本太高了,我们必须得降低成本呀 有一台宿主故障了,需要把上面的服务赶快恢复 测试环境好好的,为啥上线就失败了呢 业务高峰来了,资源不够用了,赶紧去扩容 哎,但是扩容太慢了 这些声音的背后呢,反映了一系列的问题 这些问题会导致我们的企业无法进行快速迭代 严重阻碍企业的发展 通用电器以前CEO捷克·威尔奇说过 如果外部变化的速度超过内部变化的速度 终结就不远了 我们当今的时代呢,是一个快速发展的时代 同时充满了各种不确定性和激烈的竞争 企业是否能够对外部变化做出快速的决策和反应呢 决定着一个企业的生死存亡与发展 面对诸多的问题,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答案是云烟生 容器技术作为云烟生的代表技术之一呢 目前已经在企业中广泛应用 它可以帮助企业降低成本 加速应用创新 灵活应对商业发展中的不确定性 基于这些特点呢 就有了我们今天容器化全面落地的项目 自项目开始以来呢 然后我们从4月份开始进行迁移 然后我们也已经享受到了容器技术所带来的红利 然后我们通过几组数据来看一下我们的一些收益 我们迁移的应用总数呢 大概是有3000多个 目前已经完成了80% 借助容器化的这个技术呢 我们的资源利用率提升了76% 运维效率提升了400倍 交付速度呢 也提升了40% 由于K8S提供了容器自育的能力 我们据统计呢 我们的那个服务在每个月当中 平均每平均重启自育的次数 大概在2000次左右 虽然我们现在是看到了这些收益 但是呢 在容器化落地过程当中并不是那么顺利的 我们也遇到了一些挑战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看一下我们的挑战 还有相应的一些应对措施 首先第一个呢 因为我们要在全公司进行全面推广 所以就涉及到了很多很多的部门 包括我们的基础 基础部门 以及20多个业务部门 这么多的部门协同合作 是比较困难的 好在这次呢 是我们是自上而下推行 公司制定了企业级的目标 就是拥抱云烟生 这样各个部门在这个目标的引领下呢 然后协同一致 共同向目标迈进 第二个是改造范围大 因为容器本身它是无状态的 但是在过去 我们的各种工具链呢 对IP对机器名有比较严重的依赖 这在容器化环境下呢 就已经完全不再适用了 针对种种问题 然后我们需要对这些工具链 去进行改造 这个困难还是相对比较大一些的 但是作为一个基础服务嘛 然后我们就必须得克服困难 然后各个击破了 第三点是迁移成本的问题 因为涉及到三千多个应用 每个应用的升级改造呢 都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 为了去降低业务的成本 然后我们把这些 中间业务改造层的这些东西呢 就是统一在中间建层 然后做到了统一的适配 然后通过中间建的自动升级 以及容器化的自动迁移 然后来降低业务部门的成本 第四点就是学习成本的问题 新技术的引入呢 就是说涉及到我们千人级研发团队 就需要额外的一些时间 然后去学习和使用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 我们在平台层 然后进行了可视化的配置 引导师的操作 以及优化流程 尽量的然后去屏蔽业务层 对整个的这个新技术的一个 一个学习成本 接下来呢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在我们云烟生环境下 我们的持续交付都做了哪些演进 早在之前呢 我们就已经在公司内部 然后推行了DevOps 然后呢我们的交付流程 也已经采用了 是说是以业务价值 然后驱动的 驱动交付的这样的一个双流模型 但是呢 就是我们的双流模型里边 也存在一个比较严重的一个问题 是说在我们的研发 那个持续交付工作流里边 然后我们的工作流 没有真正的流动起来 这是为什么呢 是因为工具平台之间呢 就是说缺少一个统一的规范 然后还存在着好多的数据孤导 所以没有办法 甚畅的流转起来 然后有些状态的流转呢 还是要靠人工来驱动 然后在这次容器化落地的过程当中呢 然后我们通过了一系列的举措 对应用平台进行了规范统一 从而做到了工具流 从自动 工具流可以自动流转 然后达到了一键部署的这种效果 然后极大的提升了交付效率 那么我们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 然后来使我们的这个整个的工作流 流转起来的呢 比较重要的一个因素 就是我们制定了这个应用画像 然后呢 对应用进行了一些标准化的定义 在过去呢 开发人员在面对开发测试生产 等复杂的环境的时候呢 需要编写各种各样的一些配置 运维人员呢 也需要去对接各种不同的平台 所以就导致了我们之前 就是刚才在那个工作流流转当中的 各种不能够自动流转的问题 所以我们参照云延生的OVM模型呢 建立了应用画像 对应用进行了规范定义 然后我们先来看一下 应用画像我们都包含了哪些 一个是基本属性 在基本属性当中呢 我们定义了我是谁 我从哪来 然后的一些级别 就是相当于一个身份的一个标识 然后定义了一些发布的一些规则 一些参数 然后呢 在环境运为属性当中呢 然后会去定义 有关于资源呀 软件版本 环境配置 以及扩缩容的一些规则 服务依赖里边呢 就包括了网络依赖 数据库依赖 服务依赖等等 这样的话 我们在对一个应用 是去新增机器 或删减机器的时候呢 就不需要再额外的去申请权限 然后可以基于应用层 然后去进行自动授权 这样呢 我们整个过程 交付过程当中的各工具平台 是以应用为中心的 然后通过这个应用描述 然后去进行协作 然后从而达到了 刚刚我们所提到的 就是工作流的自动流转 在持续交付过程当中呢 另外一个 比较突出的一个改造呢 就是说我们 那个部署方式的一个改变 我这里是列了几个维度 然后首先呢 是在对于部署方式来说 KVM是原地部署 也就是说我们把一个服务 先进行下线 然后再下线操作 然后通过同步代码 然后去部署上线 这样的一个过程 但是在容器里边呢 我们所做的是滚动升级 也就是说是 先把版本升上去之后 没有问题 然后服务启动没有问题之后呢 是把原有的版本 然后去进行销毁 这样的一个优势呢 就是说反映出来 就是说我们的部署速度会更快 然后发布过程当中呢 服务的稳定性 不会受到任何的影响 为什么会这么说呢 因为就是说原地部署的问题 如果我们是 一个批次对操作的 那个服务器数量过多的话 会对线上的 那个在线服务器的数量 会产生一些影响 会影响服务的 那个负载情况 所以在QM时代呢 我们是分了很多批次 但是基于容器化的滚动 升级这一特性呢 然后我们可以在一个批次当中 然后就完成了这个 部署升级的这样一个过程 过去呢 我们可能对一个 稍微大一些的应用 需要30多分钟 目前来说呢 可能就是说是 几分钟 两三分钟就可以完成 另外的一个一点呢 就是说是灰度方式 在KVM时代呢 我们的灰度 相当于是从摘取了线上机器 然后来进行部署的 这样摘取了线上机器 然后就是说 线上的那个原有版本的 那个机器数就会变少了 相当于 然后出现问题啊 或者是什么 然后如果进行下线操作 然后一些任何的处理 然后对线上服务 是存在一定影响的 但是在容器化的这个方式下呢 我们是通过了一种新的方式 我们可以增加少量的灰度容器 然后进行版本升级 然后并加入到线上机群 一旦发现问题呢 我们对这些直接继续进行下线 回滚操作 线上的影响非常非常小 这些呢 就是说我们选取了几点 在持续交付过程当中 改进比较突出的几个点 然后来进行 来跟大家进行分享 接下来呢 然后要请我的同事 然后再进行其他内容的分享 好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的多级群部署架构 首先大家看一下这个架构图 我们这个架构图里 一共分了三层 第一层就是Porto CD平台 这一层里主要是包括了 我们的应用画像信息 应用的部署参数 等等依赖信息 那第二层就是比较重要的 资源调度层 资源调度 它下面会对接了我们的 私有云的平台 比如说我们的OpenStack 还有新介绍的KPRS平台 还有就是我们最近强调的 公有云 强调云端协同 利用公有云的一些弹性 弹性伸输的能力 来解决我们 就是资源紧缺的一些问题 那在这里 KPRS我们是采用了CubeSphere 这个国内比较有名的一些企业级多极群管理方案 因为CubeSphere它这个是对运维非常友好 而且多端统一 还有一些是安全性比较好 所以我们采用了CubeSphere来管理这个CubeSphere 第一个就是亲核性 就是我们上完KPRS之后 因为有一些旧的机器可能要退 还有些配置比较低的 就是我们针对于这些机器 给它设定了一些优先级 就是之前的机器配置低的 我们让一些优先级低的应用 比如说P3P4的会往这些机器上调度 对于优先级高的P2的 我们会把它调度到一些配置高的机器上 比如说SID万兆网卡 这是亲核性方面的 然后第二个是容量预估 就是我们在资源调度之前 我们会估算好 就是我们那个CubeS各个集群的集群容量 是否充足 如果不够的话 我们可能这次发布就直接禁止了 免得它影响就是现有的应用发布 然后第三个就是机器负载 因为CubeS默认的调度 其实它是不关心机器负载的 它只是关心容量 那我们是利用我们CubeS的历史数据 收集了它的G7的各个指标 然后分析这些指标 然后作为判断条件 做一些调度的 这是资源调度 另外这个图里大家还能看到 有EASTO 还有SURLACE 这两个原生的里面的应用 两个技术 EASTO 这块是小学ServiceMath的一个代表 那它解决了是应用的 把基础能力非功能性的一些需求功能能下沉到底层 让业务不需要关心 不需要关心底层的一些功能 只需要关心它的业务代码就可以了 那我们在这一块也是投入了很多 现在也是在测试阶段 比SURLACE SURLACE这一块其实是未来的一个大趋势 它能释放研发的生产力 所以这块我们也在调研做一些技术储备 这是我们那个多基群架构 那对于单个极权力部署 我们是什么做的呢 那这里我们主要采用的策略 就是双DEPLINE的策略 那这里我们为什么采用双DEPLINE的策略 它主要是因为有三个优势 第一个就是它降低了操作复杂度 你看这里我们拿个举个例子 比如说因为它从V1升级到V2 那它的升级过程其实只要涉及到五个步骤 一个是创建一个新的DEPLINE 然后做Scale操作 第二个操作就是对于原来的版本做缩容操作 然后第四个就是对新版本做扩容操作 最后一步就是把原来版本删除 那这个操作非常简单 而对于原有的原生的DEPLINE的更新操作的话 它有异常情况 如果说新版本有问题 它卡在中间 但是由于应用问题或者其他问题 导致这个时候可能卡在中间状态 你回滚入MAC 也有可能回滚不了 所以这个时候双DEPLINE的优势就体现出来了 就采用上面的话就不会影响原先的应用 那第二个优势就是分批操作 那分批操作其实可以让整个发布更可控 按照上图看到的第一批发布完之后 大家QA员可以对线上操作做验证 如果没问题之后再进行第二批 这对发布的质量就是很有帮助的 第三个就是更新DEPLINE的Label变为可能 如果单DEPLINE的更新Label其实是不可能的 那SUNDIEPLINE的其实这就不是个问题了 这是我们的SUNDIEPLINE的策略 第四部 第四部分其实我们主要关注的就是自动迁移 这个方案其实是为业务人员节省了很多人力的 所以这个也是很有具体的意义 我们为什么要做这部分 主要就是因为它节省了人力 还有它采用了一些工程化的方法 能解决这些大量人力 那大家看看这部分是怎么做的 我们主要采采用了七个步骤去来实现这个自动迁移 第一部分就是前置交验 就是迁移前的应用的交验 那这里包括几个部分 你举个例子就是 加上应用了SDK是否引用了我们 我们的就是TCDVBOM 那这个TBOM里包含了就是我们 容易化迁移的一些必须的一些组件 如果没有引用的话 其实它是不支持的 那第二个就是它还对一些 比如说有状态应用做了检查 是否包含一些hostname信息 还有一些日志的一些标准化做了教验 如果这些不符合我们的规范的话 其实这教验会是失败的 那第二步就是测试环境验证 这块就是我们生存SDK之后 会发布到测试环境 验一下功能 第三部分就是线上验证 发布到线上之后 也分为几个步骤 首先它是不接流量的 然后做一下自动化case验证 如果通过的话 再接线上流量 再去做一下 人工的一些验证 还有自动化case 第四步就是 这时候就是我们上线之后 就是KVM和容器 它是混合部署的 会按照一定的权重比例去 去分配这个流量 那这个时候就是 我们会持续关注 它的指标和监控 如果没问题的话 就是到了第五步 我们会全量部署容器 然后KVM实力会下线 那第六步 其实就是还是我们会观察一周 如果一周之内没有任何问题 也非常稳定的话 就我们会把KVM回收 放入到回收队列 等待机器的自动删除 那这里为了实现这个自动化方案 我们这里有几个技术点 需要提一下 比如说第一个就是我们的二方 二方包和三方包的统一管理 我们是用了SuperProm TCDVBOM 把我们的核心主件 比如说Double 还有各种MASCO SDK 还有其他的SDK统一 还有配置中心 还有调度 分布式调度等等 这些主件统一放到这些 TCDVBOM管理了 如果要做容易化迁移 只需要引用我们最新版本就可以 所以这个是我们进化迁移的前提条件 第二个是质量门禁 质量门禁是主要是做代码检查的 它会检查我们就是代码里的一些版本 它使用的中间件的版本 是否兼容 和我们的容器前移 是否兼容 那如果不兼容的话 上线前其实它是会有问题的 所以在我们做编译的时候 就会提前检测好 第三部分就是我们自动验证 这个组件兼容性 比如说我们那个double 就我们在自动升级的时候 会验证我们的double和业务线里 和那些场景是否兼容 那我们做完了容器化之后 是我们跑自动化case 就拿业务线的这个case 跑多个应用 多组应用 去验证我们这个升级后的这个呃 就是tcbomb里的组件 然后跑出来结果并和master分支跑来结果做第一步 然后超过一定比例 就我们认为这个其实版本是ok的 然后我们就可以让业务线可以使用这些升级的中间件 而第四个其实就是我们一定要有发布的超管缺线 因为我们要做自动的升级啊 晖度上线等等 这些都需要超级管理缺线 那再说一下这里有比较有意思的基础点啊 就是我们是怎么做的 就是自动升级的 是这部分呃 在其他话里我们编译都是一种美文 所以我们也是在美文的编译阶段做了一些文章 比如说我们啊 加了一个插件upgrade 在执行编译前 我们用这个命令 首先做了一下判断判断这个tdv版本 如果他大于是的 啊指定版本 我们就会就更改他那个泡沫文件 更改为最新版本 那这样他就满足升级啊 就容器的条件了 然后接着我们就是为地域他的MAS分支 然后去做编译 然后去做部署 这里部署我们会部署到测试环境 灰度环境和线上环境 但这里测试环境 灰度环境和线上环境 其实每个上线前我们都做了啊 功能卡点会校验 对线上是否有影响 因为这个是 啊非常必要的 同时执行这些步骤的过程中 我们也要持续关注核心核心业务的监控和指标 最后我们在如果都OK了之后 我们会回收KM 但在整个过程中其实还有几个注意事项 第一个就是迁移前那个资源容量一定要做好评估 因为我们就是就在这一块 由于没有做好导致集群容量 那有阵子爆满了 因为有些大应用就是几百个实例 同时并发就是迁移的 然后把整个我们的QS机群资源打爆了 所以这个之前迁移前一定要规划好 有条理的就应用有条理的去迁移上线 第二点就是上线前的功能卡点 比如说就是我们每个P4因为分批发布 每个P4发布前我们可能需要验证一下 它是否更新到线上的Ingress里 就是我们的NG里 如果没有更新成功我们就是会阻断 其实这一块我们也遇到过几个故障 所以就是为了解决这些隐患 所以我们就在每个P4就是更新后 我们会加一个卡点它更新成功了 我们再去删除老的版本 这是功能卡点的必要性 第三个就是一定要保证 我们那个发布系统有回滚到KM的功能 因为之前就有一些业务迁移到容器之后 其实上线之后是OK的 但突然发现有个故障 就是他之前其实应该是强以赖 但是他设置为弱以赖 所以上线成功了 他的check URL也过了 但是其实发生故障了 那这时候回滚是由于之前有点问题啊 就是回滚KM就稍微慢一些 所以这也就给我们一个教训 就是回滚到KM的功能一定要快速有效 所以这三点是迁移过程中要注意的事项 这是今天我要分享的是 关于自动迁移的方案的这些实践 以及注意事项 如果大家有什么疑问 还有兴趣点 一会儿我们可以在线上继续交流 谢谢大家